作为非洲博主啊 这种东西我肯定没有问题的 直接干吧 哈喽大家好小钟啊 我现在是在非洲的埃及啊 今天我们来到了开罗市区的一家老字号的 当地小吃店啊 这家店呢也是开了有很长时间了 被称之为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国民小吃啊 Let's go 他们这个手法呢都特别的娴熟啊 因为他们一天能卖很多很多 然后这些呢也都是当地的一些名人 演员 你看那个长得挺漂亮的 Salaho 兄弟们 这边还有一个世界纪录 兄弟们看到没 The largest koussari dishes consists of 8 tons of koussari ingredients and was cooked by koussari abutaniq in Cairo, Egypt Talan也是被称之为 koussani zi wang I will make a good mix Thank you My sauce is normal, not spicy Yeah Caman, salt, and pepper It's garlic? Yes Alright This is spicy Spicy? Okay Chinny? Yes,Chinny Yes, please Little bit, yeah Wow Lemon and fresh make sauce here Makes together Every day cooking Chinny Chinny 那咱们先开动了 它这个里面呢是有通心粉 然后面条 面条呢有凉黄 一种是黄黄的 一种是白白的 然后呢还有绿豆 婴嘴豆 整个味道呢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最好吃 这个是它的那个炸锅的洋葱丝啊 拌上这个脆脆的洋葱丝吃起来的话 它的口感就会比较多元啊 比较丰富一些 因为如果你是单独的吃这样一个面 和这个通心粉的话是比较柔软的 其实在非洲很多黑非洲国家 他们也吃这个 但是加了这个洋葱丝的 我是第一次吃 这你嚼起来之后呢整个口感就会更丰富 而且它会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它是一个纯素的一个小吃 它没有肉 这个应该是当地最平价最平价的一个平民小吃 它的店呢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啊就是 是全世界一百家这种 Iconic的这个餐厅 就它这个老板呢在三十多年前吧 就是推着一个小车在这个街道上 卖这个Fusari的小老板 然后呢因为他被那个警察啊天天就逮吧 因为他没有那个什么证吧 警察天天就追他 然后后面呢就是他发现了就是在 他卖那个小吃的旁边呢有一家咖啡店要出售 然后呢他就鼓起勇气去找到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说 能不能我先付你一部分的那个首付 然后每个月呢我挣了钱之后 我再还你的那个相当于分期付款吧 拿下来之后呢这个店生意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就开到这么大一栋一栋楼啊 其实在埃及街头有很多这样的Fusari的店 因为这个美食呢它本身制作也不是很难 然后味道也差不多 那为什么说埃及人特别钟爱这一家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是钟情于这个老板 他的一个故事吧 还有他整个的一个经历 而且这个Fusari呢也是当地人吃的最多的 最评价的一道食物 对于他们来说Fusari可能不是小吃 而是他们解决温饱的一道食物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愿意来这里 或者说是给予这家店这么高的评价 也是因为他们从这个老板身上看到了很多 跟他们相似的经历吧 这个名字微笑跟那个蒙娜丽莎有的一拼啊 而且它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米饭面条 通心粉银腿豆绿豆全都是碳水和蛋白质 对于那些干活的人来说 的确是能够很好的补充体力 这个埃及最有名的Fusari我们也吃了 接下来我们去探索一下其他的美食啊 据说在埃及呢有一道流传了3000多年的名菜 而且曾经那是法老的专属 平民是吃不上的啊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法老吃的菜 到底有多神秘啊 Let's go 这个餐厅呢叫做Sobikabal 1996年就开了 也是一家老店呢 兄弟们它这个是有好几层啊 二楼都是满的我天 而且基本上都是当地人来的 咱们现在是进来了兄弟们 OK 这是他们的桌布啊 很简单一个塑料布 它要开到凌晨的3点钟 而且看它的人流量 从晚上12点到3点一直都有人的 Monofea And this one is a Moza Moza OK OK Nam chips Assalamualaikum 像在埃及的很多果子啊 它都是现炸的 真的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 而且在餐厅里面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大概就是五六十i棒吧 合人民币的话就是七八块钱 刚小钟说了一下这个店 在Instagram上有24.4万的粉丝啊 我的天 我生意真的超级好 来了兄弟们 就这个 拉得老高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Molohea 也是埃及的国菜啊 法老最爱 我的天 咱们的菜也来了 这么大 我能吃得完吗 我能吃得完吗 OK 兄弟们咱们现在菜已经上齐了 我刚记得我只点了两个菜 但是来了有12345 五盘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啊 埃及的国菜 Molohea 那我们现在来尝一尝这个汤 这个汤呢就是属于那个绿绿的 墨绿色的一个汤 闻起来就是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用的呢是那个锦葵叶子啊 锦葵叶子给它剁成那个墨 这个是这个是啥 这个是啥 这个是 这个是 soup 啊 before eat 汤说是whisky OK Cheers 猜猜 猜猜 哇 神奇的组合 兄弟们 this one is your national cuisine Egyptian 嗯 you like this one very much best number one ok ok number one啊跟我说number one了 作为非洲博主啊 这种东西我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直接干吧 吃起来咸咸的然后呢很黏 有点像鼻涕 NEO B 就这道菜呢就虽然是埃及人的一个国菜 也是他们全民最爱 但是一般的外国人他是不大敢挑战的 因为看起来就没打没什么食欲 有点像吃了叶子拉锡的感觉 但是呢我我觉得还可以啊 他这个为什么是成为了这个埃及的国菜呢 而且为什么又是法老的最爱呢 就在法蒂马王朝时期 有一位法老啊他生病了 然后那个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道药 这道药呢就是这个这个锦葵叶子 然后他把这个锦葵叶子呢做成了一碗汤 喝完之后就好了啊 当时这个法老好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菜定为是皇家御用 一般的平民是不能吃的啊 直到后面这个法老去世之后 可能慢慢慢慢的开放了啊 当地人才有机会喝这个啊 然后这个锦葵汤呢的确也是一个好东西 它呢富含维生素C 然后富含维生素E 然后有很多膳食纤维 不仅有氨绳降血压 提高势力的功效 它的高纤维和那个抗氧化特质呢 还助于预防这个肠道炎 预防肠道炎啊 不是让你拉肚子啊 是预防肠道炎 这个是瓦罐焖羊肉啊 兄弟们 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抓饭 我里马这么大一个 这感觉这个膜就可以直接当碗用了 兄弟们 外面是黄黄的 有点像那个蛋黄酥 然后这个肉呢 真的实在太大分了 我的天 直接炫吧 它这个感觉是在那个瓦罐里面焖出来的啊 这个呢是好像是阿拉伯国家的粽子啊 它外面包的是葡萄叶子 里面有肉末 然后吃起来酸酸的 味道还可以 然后呢在埃及呢 它这个锦葵汤啊 它其实一般是蘸这个饼吃 或者是拌这个米饭吃的 给大家演试一下 浇在上面 浇给 尝一尝 然后这个饭里面呢 放了豌豆 放了那个葡萄干 土豆 然后它这个米呢也是那种印度长米 咬一口饼 这个白白的姜呢是那个鹰水豆酱 尝尝味道如何 这个酱 有一点点咸 但是很香啊 有点像那种额桃花生 mix的感觉 哎呀有点筋道兄弟们 浇给 请你别说 吃了几口之后 这个摩洛黑啊 味道还可以啊 因为我记住了它可以治疗肠胃炎 我们先来尝尝这个啊 这个里面呢是属于 洋葱加西红柿 加那个羊肉吧 应该是羊肉啊 尝尝味道如何 就我感觉这道菜很像国内的做法 特别爽 它一般是这样吃啊兄弟们 拿这个饼呢 捏着一坨肉 往嘴里送就可以了 兄弟们 再来一口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在非洲混 之前经常喝那个什么秋葵汤 煮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还行 能接受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剩下的呢 就只能打包了 这没办法 一个人真的吃不下 我也不知道这两份居然这么大一份啊 take away thank you 咱们这顿饭呢是花了711i棒 和人民币呢就是100块钱啊 我跟你说小钟不吹牛逼的 我真的是喝到了三分之二了 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因为喝太多水了 没办法喝了兄弟们 如果有来埃及的朋友们 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看一下这个摩洛西亚 你能不能接受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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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